开放前就是要人体试验 那申请有时候那个时间就很长 一年两年三年 那现在一开放 整个申请的这种速度就很快 有的都要去国外等等 现在不用 在我们这里就可以接受到 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安全性及有效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试验 再生医疗是把细胞基因 运用在人体构造或功能的重建修复 也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或预防 而卫福部预计开放的六项 自体干细胞临床应用 包括了骨髓干细胞 癌症需要免疫细胞的细胞疗法 脑神经外科的脑中风 巴金森视症治疗 还有皮肤科 骨科 关节这些应用 将会更多病患 给国人带来更好的福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